沉浸黑暗,寻找光明,哈喽大家好,我是真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性反思漫画短片 EZ Girl,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小明是个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孩,不过他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高中毕业就失业了 身在纽约,每天领着微博的救济金,经常受到身边人的白眼 小明受够了,他想到了个赚钱的点子,那就是偷拍女生隐私,在网络里售卖照片 最近对门又搬来了个新族客,是个亚洲女孩,小明一下来了兴致 太好了,有新素材可以拍了 小明深暗亚洲女孩喜后,也不说话,就这么在门外站着 果然女孩主动上前搭讪了,你也是住在这儿的吗 小明点点头,你好,我叫小明,雅眠蝶,雅眠蝶 女孩被小明口中突如其来的雅眠蝶吓一跳,不过呢还是耐心的解释 你好,我叫小甜,我不是日本人哦 就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小甜对小明很热情,也放下戒备 跟小明交朋友,拍合影 可小明却总是跟小甜保持距离,时而烟禽,时而冷漠 并且利用小甜对自己疏忽防备的特点 经常偷偷溜进小甜家,偷拍他换衣洗澡 像小甜这种典型亚洲娃娃脸的可爱女孩,肯定会在网上大火 为自己大赚一笔钱的 小甜也发现过小明偷拍自己 可小甜认为这小明应该是喜欢上自己了 才会总在暗处偷拍自己的 这人一长得帅,连鬼鬼祟祟都变成痴情绝对了 小甜很开心,感觉自己和小明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可命让这小明回到屋,就把小甜照片发到网上 明码标价,内容劲爆 网友们立刻兴奋了,纷纷购买的同时 还乌言慧语的留言 一起讨论这亚洲妹子看似保守 实则最开放,最容易搞到手 这个小甜太可爱了 有没有同好一起去把小甜给绑了的 在屏幕后面的小明被网友斗得哈哈打消 这群loser也就敢在屏幕后面过过嘴瘾了 这天小明又在透过玻璃偷拍小甜素材 面倒砰的一声,小甜房门被踹开了 来者是个陌生的白人小虎 双眼直勾勾盯着小甜,直流口水 白人小虎满口乌言晦语 痴痴的对小甜说 听说在你们那儿有个白人男朋友 还是光宗耀祖的事呢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这个愿望 小甜吓得花容失色 大喊救命啊 小明惊呆了 是他在网上泄露的小甜地址 本以为这些飞宅网友也就是吹吹牛 面倒还真有个愣头青找上门来了 隔壁的小甜还在放声急呼 小明我知道你在看 快来救救我 你救我 我就是你的人了 小明听的是热血沸腾 怒发冲冠 一脚踹开房门 跑进卧室打开电脑 把散播在网上的照片 删得一干二净 一边删一边嘟囊 照片全删了 这些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谁也别赖我啊 第二天小甜就报警了 愣头青很快被警方逮捕 小明事后装英雄 作为证人出席了法庭审判 法庭上小明把所有责任 都推到了愣头青身上 指认愣头青是激情犯罪 自己看到了施暴权过程 除此之外呢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愣头青还在辩解 说呀 他是在网上看到偷拍照片 才来找小甜的 他一开始以为小甜是外围女 故意炒作 招揽顾客 才拍那些照片的 再说他是白人 强暴一个亚裔女人 他还觉得吃亏了呢 小甜气得快要晕厥 法官分析思考良久 他竟然也感觉小甜存在引诱别人不正当交易的嫌疑 综上所述 判愣头青 有期徒刑一个月 换刑两年执行 小甜欲哭无泪 他没钱 也请不起好律师 而且自己旅游宣证也快到期了 根本就在这耗不起 只好作罢 回到住处 小甜 呵斥小明 都是因为你偷拍我照片 才害得我被人侮辱 都怪你 小明早就将照片删得一干二净 根本就不怕小甜找自己麻烦 可面养到小甜 扑进了小明怀里 娇嗔 都是因为你 我的名节 才被人毁了的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 我们国家呢有个封锁 你把我名节毁了 你就要对我负责 小明很诧异 负责 小甜肯定的点了点头 对 我可以不要彩礼 不要房 不要车 我会后甚至可以陪你一起拍照片 但只求你跟我回祖国结婚 小明不了解小甜老家封锁 将信将疑 这 你这转变的也太快了 你就这么喜欢白人小伙吗 小甜点点头 妈妈说嫁给白人 可以改善基因 生个会学小孩 还很有面子 而且也不用你出钱 不用你负责 还可以继续拍照片 不好吗 小明一听 还有这好事 确实不错呀 亚洲女孩特别听话 我要是去了亚洲 那不得享受到贵族般的待遇啊 可能就是有个问题 小明他没贼国签证啊 只能在网上买个假的了 反正听说贼国很欢迎外国人 应该没啥问题 没过几天 小明就随着小甜来到老家上海 回到家的小甜特别不老实 经常把自己绑起来 给小明助兴 小明兴奋的宽衣解带 没想到小甜将一切 用照相机录了下来 还事先报了警 没多久 警察便破门而入 小甜大呼救命 大喊自己被这个外国佬 绑起来了 小明暗叫不妙 他被小甜耍了 自己的签证还是假的 这被警察抓住可就麻烦了 小明纵身一跃 从窗户跳了出去 逃之夭夭 小明逃到一间小工厂 工厂的技术员正在用笔记本电脑 玩兜地入 小明一榔头将技术员敲晕 读过电脑 打算上网联系朋友家人 给他汇钱 好坐飞机离开上海 可没想到小明输入的外国网站 一个也打不开 页面全是令人抓狂的404 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站为什么不显示啊 突然身后走了一大妈 嘴里嘟囔着 人口普查了小伙子 把户口本拿出来给我看看 是居委会大妈 小明怕露馅 拔腿就跑 大妈很诧异 放声呼喊 小伙子你跑什么 有什么伤心事说出来 难道是居委会关爱给的不够 小明跑了好久 肚子饿得很 他身上的现金也不够了 这可怎么办呢 旁边有个大爷 看起来慈眉善目 跟他借点钱试试吧 大爷你好 I come from America 能不能借我点钱 I come 咣当一声 大爷栽倒栽地 救命啊 撞死人了 就是这个黄毛小流氓 撞的我 赔钱 快赔钱 小明是欲哭无泪 妈妈 这里的人太凶残了 我想回家 可此时的小明 已经无法脱身 群众已经将这里 围得水泻不通 新账旧账一起算 小明当场就被警察带走 法官大声宣读罪行 被告人小明 被控入室抢劫 入室骚扰 恶意伤人 被判有期徒刑 200年 小明惊呆了 What 我还没辩护呢 就这样 小明 还是没能逃脱 法律的制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儿 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